各位旅遊記,又開始4月份的例會 4月份是新一年財政年度的開始 在4月開始入會族會的旅遊記 我們會將一個新的會員證給大家 當作是一個新的開始 4月份我們剛剛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也看到疫情由高峰慢慢地回落 這幾天都是四位數字 也希望疫情慢慢地回復正常 我們今個月的活動都陸陸續續會多一些 我們也有新的同事加入我們的團隊 稍後大家也會看到他有片段和大家介紹 事不宜遲,大家一起聽聽這個月有什麼活動 去和大家推介 推片 各位會員,義工,大家好 我是新來的社工姑娘,劉卓盈姑娘 大家可以叫我劉姑娘或者盈姑娘 我也很開心加入了星公會這個大家庭 接下來我會負責見樂有利互聯網的計劃 希望多一點時間和國女見面 如果有興趣來做義工的話也可以跟同學說 平日我自己都和大家一樣喜歡做運動 例如瑜伽等等 也會參加一些藝術性的活動 例如和諧分賽,疊古巴等等 有興趣的話我們就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收穫愉快 各位大家好 2022-23年度新的一期口琴班又要招生了 今期的開課日期是4月22日 至到7月8日 逢星期五 上午9點半至11點鐘舉行 由於疫情關係 我們是使用Google Meet在網上進行 大家只需安在,假中便可以上課 因此我們只收舊生 我們的老師是葉松光老師 收費是50元有10堂 歡迎大家4月7日之後來中心報名 Hello大家好,我是胡迪仔 His Eli Hello大家好,我是Kiloló 胡迪早安 Kiloló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出來介紹什麼活動 看到我們 我們今天是要介紹新的一期唱歌班 新的一期唱歌班 會由4月19日開始 逢星期二,上午9点3,唱到10点3 都是由关道新老师教我们的 一共有10课 那我们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就会在线上上课的 我们是用Google Meet的 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4月7号来中心给钱 由于文革日下我们只是收购人 因为我们要在网上进行 欢迎救生参加 多多支持啦 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何姑娘 新一年度,其乐景顺的义工小组 就开始正式招募了 4月份大家都可以报名成为我们的组员 我们会逢星期一上午开会 以及会做一些电话慰问 关顾长者的服务 如果大家有兴趣成为义工的话 都可以报名参与 那我们就会和黄大仙的奇乐景顺 一起合作举办 大家有兴趣就快点报名啦 又来到我们介绍建乐有理互联网的活动 那我们身边就来了刘姑娘 稍后又可以看看刘姑娘 她喜欢些什么 看她的字外介绍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我们见乐有理互联网的活动 真的停了一段时间 那不过呢 就算我们停了很多活动都好 其实早晨运动班 我们依旧都会继续举行的 那就是3号活动啦 4月都会依旧用Zoom这个形式的 那如果你譬如恒常 你已经参加开同开团长一起做运动的话 那就记得不用再报名啦 是的 因为呢 已经是在WhatsApp群组了 那如果你看完礼会子 看完礼会片 又觉得很想参加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到 掃描那个二维码啦 那你就去到登记一些资料 那我们稍后就会有姑娘 去到联络你 去加入那个 早晨运动班的群组了 那那个时间呢 就会是逢星期一至四的 九点钟至十点钟 那我们在活动之前 就会传一个 活动的Zoom连结给你 那到时你就在这参加 和预备一些 简单的活动 活动器材就可以了 是的 那来到4号和5号活动了 不如卢姑娘你又介绍一下 是的 那来到我们也会有个 线上有利 游乐场的活动 那因为疫情关系 那我们现在暂时 都想透过Zoom的形式 和大家见面一齐 轻松放松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都会有两个日子 是有这个游乐场的 那第一次就是4月11号 而第二次就是4月25号 两个都是同星期一 那大家可以随意选一个 来参加 或者有兴趣的话 两个参加都可以 那到时如果名额 多过我们的数字的话 那我们到时就会进行抽签的了 那其实我们游乐场 会有些什么的活动内容呢 那在11号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 懷舊金曲分享和欣赏的时间 而25号呢 我们就会一起做一些 爱送心意卡 那两天我们共同会做的 就是一些 以物易物的活动 那我跟大家说回 那如果参加活动的参加者 我们就要预备两样物件 来做一个以物易物的环节 那么任何物件 基本上都可以的 但是请大家留意 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一些二手的衣物 水杯等等的话 那我们就不可以做以物易物 但是你说如果有些衣服的话 是全身的 有挂牌在这里 那也没问题的 那当然食物饮品那些 我们都不可以交换了 那我们截至登记的时间 就是4月7号星期四 那我们就会在星期五到 进行抽签的了 那除了游乐场之外 我们还有些什么活动呢 没错 就是六号活动呢 那六号活动呢 其实很好啊 我们呢 虽然一些网上的活动 但是呢 有一班义工他很好 就知道一班老友记 在截程期间 可能不能出去做运动 或者又不能来中心 所以呢 他们就预备了一些 Zoom的一些小游戏 和运动去教大家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那就记得又登记回去参与 那那个时间是怎样呢 那就是未来会是4月13号开始 到5月18号 那就是逢星期三 那一共是进行六次的 那就是每个星期一次 那那个时间就是2点半至3点钟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到登记资料 你可以打来中心 或者又是掃描旁边的二维码 是的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住在黄带先驱的话 那就可以去到参与这个活动 如果譬如你暂时 你是不是住在黄带先驱的 不要紧要 那你也可以和我们去说 那我们就登记一下 那看一下 优先就给了黄带先驱的 掌描去参与先驱 是的 那希望呢 到时我们都会去Zoom 和你见面 亦都可以认识到多一些的义工 是的 这个截止登的日期 就会是4月7日星期四 那同样也是 如果登记人数超出了10位的话 那就会在星期五进行抽 那抽到呢 我们就会再有同时再打给你 是的 那这个月呢 我们那个 见乐有利互联网的活动简介 又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大家了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姑娘佩佩佩 好开心今次呢 我们又在礼会那里见面了 那看到我就知道了 那又是跟大家介绍 伊建乐的活动了 那大家就揭开礼会址 就介绍伊建乐那版 那首先呢 都告诉各位伊建乐会员 大家都知道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疫情呢 都还是比较严峻了 那所以呢 暂时都未可以 好像以前那样 经常来中心里量血啊 啊 见面啊 帮下宠 那样 那但是呢 我们呢 都会继续给不同的健康支援大家的 那譬如啦 我们呢 如果你们有些什么健康上面的查询呢 那你都可以告诉我 那样呢 我都可以呢 给一些意见你们 或者帮你们去问一下 护士姑娘 那样 那另外呢 我们呢 平时有个勤道长去鼓励大家多些量血压 那都一样会暂时停了 那这样呢 那我们呢 我们什么时候重开呢 那就要留意我们呢 给的WhatsApp 那我们在WhatsApp 那里呢 就会告诉大家 我们最新消息 那大家呢 都可以最快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重开的 那另外呢 虽然说呢 暂时不能下来量血压 那这几个月呢 我们都很开心 继续有一个机会 去和伊建乐会员见下面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活动了 就是我们伊建乐会员的行常活动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会有护士讲座 黄姑娘和大家 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那今个月呢 黄姑娘呢 就会和大家说一下睡眠 着色症 那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东西呢 又或者你身边的人呢 有没有呢 有这个问题呢 如果大家呢 有兴趣想知道一下 想听多些健康的资讯 知道多些东西 又想在疫情之下呢 和我们可以见到面的 那我们呢 平时呢 我们护士讲座都很开心啊 每次呢 听完一些健康资讯之后呢 我们都会一起聊聊天啊 和大家见面啊 那就好像呢 回味一下以前我们呢 在中心 整天见到面的日子啦 那我们每个月 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可以和大家见面聊聊天 又去知多些新的资讯呢 那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啊 那四月份 这个这么开心的日子 是什么时候呢 在四月份呢 我们就是四月二十二号 星期五 同样都是下午两点三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在Zoom那里 和大家见面啦 那所有意见落的会员 如果有用WhatsApp的话呢 都应该会收到我们的Zoom的连结的啦 那到时到后呢 大家只要按进去 那就可以和我们见到面 见到我啦 见到黄姑娘啦 那大家呢 一起去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一起听多点 学多点 又是一个机会和大家见一下面啦 好 另外啦 那大家呢 要去礼会子后面 这样呢 我们的意见落呢 都还有一个新的计划 推出喔 这个计划呢 就叫做 居家血压管理计划啦 那有些朋友呢 我呢 都在WhatsApp那里邀请了你们去参与的啦 那有些朋友呢 我都没邀请得完的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 在礼会子那里邀请大家参与啦 那这样呢 希望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想开HealthCat 又或者呢 想尝试一下用拍键去记录自己血压数据呢 那就欢迎你们参加这个居家量血压的计划啦 那平时啦 你们呢 在家里呢 自己用自己的血压机量血压啦 那有些老友记呢 可能用保仔写下啦 那样呢 我们呢 其实原来有个手机的应用程式很方便的喔 那只要呢 你呢 量血压可以拍下张相 又或者输入去手机APP里面呢 那就可以一眼看你以前的血压记录啦 甚至乎 它会有个报告呢 可以给你看到你那些平均数字呀 和它每次代完血压呢 你的数字呢 是有个颜色出来的喔 那你透过颜色就知道 你那一句血压数字呢 不帅仔啦 那所以呢 都建议大家 邀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玩下这个APP 那我们这个计划啦 除了叫你用它的APP之外 还有什么特别呢 那其实呢 原来你上载了个数据上去 如果你报了名 是医见乐的会员参加这个计划的话呢 那不止你自己会看到这些数字的 那就好像平时下来中心那样啦 你呢 计算的血压数字呢 原来护士姑娘都会看到的喔 那她会帮你看着啦 如果见到你呢 啊这期很不妥喔 为何血压这么高呢 那姑娘呢 就可能会打电话给你 说你知道什么状况啊 问一下你啊 给你一些意见啦 那都知道啦 现在呢 其实疫情下 看医生啊 或者想问一些健康资讯 都没那么方便的喔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啦 一个很适合大家的服务 那就给大家呢 多些机会去做一些健康的咨询啦 还有呢 可以有个机会问一问一些健康的问题的 那就另外啦 都希望大家呢 真是透过这些计划 提醒自己 压多点 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其实呢 每天呢 在家里做得少少 那就可以呢 令到自己呢 更加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啦 那所以 如果参加朋友呢 都希望大家呢 每个礼拜呢 起码量两次 那我们呢 就容易点拿到个平均数 知道平时呢 啊 原来我一向都血压这么低的了 又或者啊 我一向都是在这个水平的 那突然看到有些什么不同呢 那都可以呢 及早去发现 及早去了解一下 啊 身体究竟出现了什么事呢 那样 所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这个计划 你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又或者来打我的电话 5329 6266 5329 6266 这个电话呢 是我们医见乐的会员 那可以用来联络我的方法 还有还有 我们呢 虽然在疫情底下 大家看到之前的茶序 都有一两个月 不能举行 平时我们的茶序 就会在中心那里 去讲一些健康的资讯给大家 一起做一下运动 这样呢 这个茶序终于在4月的时候回来了 那我们呢 这个词 4月会有两个茶序举行的 但是因为疫情底下 很多东西陆续续续恢复 暂时呢 都未能够实体在中心举行茶序 但是 我们4月份呢 开始会在Zoom那里 在线上举行茶序 举行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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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第一个茶序呢 就在4月12号 4月12号 星期二的下午2点半 那就是医建律的茶序 那主体呢 我们就讲疫情之后的护理 那样呢 知道呢 现在呢 确诊的人数呢 很多 那无论你有没有中国 或者身边有没有见到这样的朋友 也好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都是一个 令人担忧啦 又或者呢 其实呢 中完之后 虽然痊愈了 但是呢 都总会有些手尾要跟一跟的 那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情况 我们都希望呢 在这个机会里面呢 去分享一下 啊 我们其实 这个病律入了身体 虽然我们打低了它 但是我们身体有些什么 需要料理呢 我们呢 有些什么要留意的呢 那这样 那我们呢 就在这一次机会 在茶序里面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呢 又可以听一下不同的小提示 那看看呢 希望呢 啊 无论有还是没有 身边有没有的朋友 都可以把这些资讯啊 一些有用的东西呢 分享出去 那就好好照顾健康 亦都可以照顾到身边的人 那 那除了我们有这些资讯分享之外呢 那都会有一些小练习啊 小问道外 去介绍大家在家里做的 那希望呢 在这个茶序里面呢 呢 我们又可以在线上互相见下 面 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些 照顾自己身体的心得 好 那这个茶序呢 希望大家都报名的 那大家呢 向我报名之后 到时呢 活动之前 我就会传个zoom连结给大家 那大家按时按进去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礼拜内 打电话来中心留个名 讲下你想参加9号活动 那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个茶序呢 那就可以看一下 例会节的10号活动 例会节的10号活动 好 10号活动呢 我们这个意见落茶序 Zoom 2呢 就和大家是玩游戏的 那什么呢 知道了 疫情底下大家 可能很多时候都在家里 少了出去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只顾着看电视 在那儿坐 那慢慢就变得呆呆滞滞了 那今次呢 就希望呢 透过zoom呢 和大家去玩一下游戏 让大家动一下脑筋 那这一张茶序 就在4月21号 4月21号 星期四来的 都是下午2点半 那我们呢 准备了不同的小游戏 甚至乎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玩具 那大家成功报名之后 那便会约大家上来 去拿这件玩具 去拿一些物资回家 那这样呢 到时呢 我们活动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和大家一起玩 教大家去做一些练习 那这样呢 除了我们Zoom的时候玩 那我们完了这个活动了 那这件玩具呢 你们平时都可以有空拿出来 在家里和自己做些练习 甚至乎和家人一起玩的 好 那这样呢 那我们这次都是在Zoom那里 举行同样了 那大家在星期四之前 打电话来中心报名 那这样呢 如果人数多的话 我们就会抽签的 那如果人数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会准备 足够的份量的物资 那就再相约大家 希望在19号之后 那几天呢 就会约大家上来拿东西的 那我们大家拿齐了 那在21号的时候呢 就可以一路 开着Zoom 一路和我们玩游戏了 那所以大家记得了 我们在星期四之前 打电话来报名 好 那伊健乐呢 今次呢 的活动都几丰富了 那就希望呢 这段时间呢 会收到大家的电话 收到大家的报名 无论是参加茶醉啊 参加讲座啊 甚至乎呢 我参加呢 我们现在最新的 居家血压管理计划 都希望收到大家的 直接报名 直接参与啦 透过不同的活动啊 不同的计划啊 也都呢 我们在这个 居家管理计划那里 甚至乎有些姑娘的帮助啦 那希望大家在疫情底下 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那就 多谢大家参与 那我们之后呢 就可能在Zoom啦 在电话那里 再跟大家聊天见面啦 拜拜 各位大家好 眨眨眨眼 又到了2022年啦 今天呢 是4月6号 等刘姑娘来介绍下 新的财政年度 新的会员证啦 相信大家手上呢 都有这一张 旧的会员证啦 这一张呢 是2021至2022的会员证 是紫色的 相信呢 如果会员证到期呢 你们现在来续证呢 今年我们的会员证呢 是绿色的 绿色的 是的 是2022至2023的会员证 那跟去年那张是有些分别的 等下呢 我会仔细点 讲给大家听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21至2022的会员证 它的颜色是浅紫色 它的正面有姓名、祖别、会员编号、出生日期、下次组证日期、饭堂编号和一个相片的位置 它的背面 写的是李将会开会的日期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新会员证 2022至2023年度 它的颜色是浅绿色 它的正面都有姓名、祖别、会员编号、出生日期、下次组证日期、饭堂编号等等 现在大家看看新会员证的背面 它是有些转变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橙色的 我们会写了每月派例会址的日期 然后绿色的 我们写了每个月的直播日期 大家医着日期就可以来拿例会址和派发例会址了 如果我们真的会有实体例会 我们将会在WhatsApp群组宣布 或者在Facebook都会告诉你 大家接着日期离开例会 在这里我又呼吁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会员证已经过了期 或者到了期 你可以上来中心组证 不过你上来之前 先给个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是 2352-3082 你上来我们就按钟 我们会开门给你组证 欢迎大家来组证 大家记得来组证 接着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月的资讯 疫情我们也有很多资讯会跟大家去说的 再次鼓励大家 如果你都跟家人商量过 或者都经医生给你有好的建议 都觉得你适合打针的话 都鼓励你了 你都可以尽快去接种新冠疫苗 如果老友基 你在接种疫苗那里有些困难 不知道去哪里打 欢迎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来到向我们查证 中心如果能够可以帮到大家 都会提供不同的资源 不同的渠道 帮大家可以按你的意愿 能够尽快可以打到这些疫苗的针 好了 疫苗的资讯真的变得很快 我们现在政府那方面 都按照一些实际的事情 香港的状况 正在调节一些防疫的措施 刚刚听到新闻 将会有全港性的自愿性的检测 政府都在安排派一些防疫包 兼且会安排一些快测自我测试的 快测包给市民自己做测试 详程都要看政府那方面 如何详细再公布 疫苗隔离的情况 现在都有一些调节 每个月都有新的资讯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隔离的安排 和早前有点不同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隔离的时间长短 很视乎你有打了多少枝疫苗 如果你已经打满了两枝针 当你在确诊之后 你现在快测 他都确认是确诊的了 不需要一定要去社区检测中心做测试 如果你做这个快测 呈现阳性的话 需要一个指定的方法 向政府那边做通报 你由确诊那天算是零日 而确诊的第二天 就是为之第一天 如果你打了两枝 你在第六、第七天 如果你去做这个快速测试 都呈现阴性的话 你已经可以完成隔离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安排 如果你不幸 染了新冠肺炎 你需要有什么支援 你也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我们会找一些 支援你居家隔离的情况 我们会有支援给你 如果从没打过针 或者只是打了一枝这个疫苗 在居家隔离的时间 就会比较长一些 就要满了14天 在第13和第14天 都有连续的自我快速测试 是阴性的话 也可以完成隔离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些安排 如果大家对于防疫的安排 这些隔离的控制措施 有些不明白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我们社工都会给你提供正确更新的资讯 那请大家在疫情底下 大家也保持这个防疫 特别去人多的地方 就要小心了 好,疫情的资讯到这里 各位老友记 现在想和大家说一下 赛马会最容易长者手机支援计划 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计划在刚刚上一年的12月底 已经推出了 被一些65岁以上领取纵援 而现时没有拥有智能手机 可以申请这个电话 马会只要合资格 便会送给长者有一部智能手机 以及有一年的通话卡 加上数据服务 为期是一年 如果大家是合资格 便可以上来中心申请 拿一部这些手机 计划主要是给长者 方便他有部智能手机 可以使用安心出行 以及现在正在推行的疫苗通行症 方便老友记 可以进出一些限定的地方 如果我又未符合这三个资格 但我也有实际的困难 无论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我自己没有能力 自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 都欢迎你 可以打电话来 就经过我们社工 跟你谈过之后 審核过有实际的需要 我们都可以着情处理 请大家都特别留意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又或者打我们申请热线的电话 电话是54827714 54827714 有兴趣的话 请大家主动申请 各位老友记 莫先生特别提供大家 有一个报告 因为很多老友记 入了会 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相信 每个老友记 你们的个人资料 比如紧急联络人的电话 你的经济状况 可能和入会 到现在都有一些改变 所以中心为了很贴近 能够掌握我们所有会员 现在的实际状况是如何 以及想了解一下大家 服务上的需要 我们在今年开始 我们会定期打电话 来和各位老友记 去核实一些个人资料 因为在疫情下 我们很多同事 随时都会进行在家工作 我们会用中心固定的 手提电话号码 来打电话 去联络大家 因为担心 有些老友记 看到不熟悉的来电 他们全部都不接 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们中心有四个常用 对外联络的一个电话 在未来我们都会 除了用中心的电话 都会用这四个手提电话 等同事在家工作 或者在仪工联络大家的时候 都会用这些手提电话 请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有四个手提电话 我现在会告诉大家 第一个电话 就是5564-0192 第二个电话 就是5296-0278 第三个电话 是5482-7714 第四个电话 就是5329-6266 同事都将这四个电话号码 都打在螢光幕上 鼓励老友记 都可以在你的来电显示 或者你手机的联络人的资料里面 尝试加入我们这些电话 让你知道这些电话 就是中心打电话给你的 以至我们去做这些网上的关心 了解大家的个人资料 以及对大家服务需要的普查 请大家留意 记住这些有四个电话 都会打电话来和你了解一下 当然如果我们的老友记 接了电话也好 你也可以不回答自己的 打电话来中心 就核实是否有这样的职员 是否打电话 就想了解你们的状况 你确认了是有这样的职员 才会回答他们的调查 会更加安心 所以大家都特别留意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掌握 我们这些老友记的个人资料 以便我们将来制定更加贴心 以及有些服务的偏配更加准确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合作 当我们职员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便将我们可以在电话里 黑信一下大家的个人资料 谢谢大家 好了 到最后 多谢大家在家里 收看我们4月份这个例会直播 今天讲了很多的资讯 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录 以及我们网上这个例会的片段 是一直保留的 如果大家有些东西听了 不记得随时都可以再重温 好了 今天的例会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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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看完礼会之后记得去订阅我们 至于怎样做呢 就立刻跟着我做 大家在这条片的下面 会看到一个小狮子 和写着香港性工会 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的字眼 旁边有个红色字 写着订阅的 我们按着它 放心 这个订阅不需要钱的 只不过 会在我们订阅栏 看到我们的最新消息 另外 我们看到旁边有个小小钟 只要大家按着它 选择全 之后 我们每一次例会 就会打出来提醒大家 我们例会开始的了 至于平时 我们怎样可以找到 我们这个中心的影片 在这里,大家在我们YouTube写着订阅项目的 在最底下,MEI的图案,订阅项目,按进去 大家会看到狮子头的,大家按进狮子头那里 就会看到所有我们的影片的了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和按一下小钟 以后我们有什么最新的资讯、例会 都会即时弹出来,通知大家有活动有影片给大家看的了 谢谢,拜拜